因為我們這種膚色 排灣族的膚色 這樣子 這個不是叫黑 這是國際膚色 走到太平洋任何國家 自己人 靠馬 這個是很驕傲的 而且再來我們又有這樣的紋身 別的族群 別的國家 沒有像我們排灣族這樣的紋身 這麼漂亮 傳統派刺紋身在台灣是消失了很長的時間 再來我們的文獻裡面記載 它記載的沒有那麼詳細 因為工具的製作 拍刺的技術與技巧 沒有特別詳細記錄下來 我們只知道說抓一根竹子 上面有針 這樣翹 以上 技巧就真的很重要 你要怎麼去拿捏 像剛才在拍的時候 然後還有每一個紋身師都有 每一個紋身師的拍刺的方式 節拍都不一樣 然後你真要扎進去多深 這個我們要自己去 自己去抓去拿捏 這個是我的第一支工具 這個是那個人家在那個 做蓋房子的那個路邊的那個板膜 咬咬 我就撿起來了 我就用 原本是這樣子90度 這樣子90度 那板子 很不好敲 後來再從Youtube裡面去看他們 紋身師在敲的時候 那個板子有一點斜斜 就有點像鋤頭一樣 很好工作 所以說從工具的製作 到你在拍刺的過程 那個是需要去 你自己要慢慢的練習 練習練習 才能拍出來 一條直直的線 以前我拍的線的時候 拍的一條直線都會有 會懸接不上 那就要學習 就要練習 拍刺是很震撼的 跟機器是完全落差很大的 然後還有一個特別強調 原住民的紋身不是 這麼 這麼簡單的 還有一個 原住民的紋身是被祝福的 被祝福的 在當你要被紋身的時候 還要經過家裡人商討 確定好之後 再來做一個儀式 殺豬 再來 家裡人的見證 他聞完了 祝福他 最後的 儀式完成 再來 就是做一個慶祝的儀式 是很不一樣的 以前我在工作的時候 在下面 在游泳池 旁邊那邊 我每次下午在聞的時候 他們小朋友 國小下課 就背背包嘛 然後全部小朋友 就像你們這樣 坐在周圍 都沒有講話 我就叫他們一人 準備一個手套 叫他們輪流來做助手 我在敲皮的時候 那皮會震動 他們手會感覺得到 就讓他們從旁邊 慢慢的去學習 什麼叫助手 然後那個針 插到皮的時候 再震動 再傳到他們手上 這個是很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小朋友 那個時候 小朋友輪流 每一個人都 都很高興 做助手了 回家都跟爸爸媽媽 報告說 我幫那個阿伯的 當阿伯的助手 這樣 很好的 有可能這一群小朋友 五十個裡面 有可能會有一個 會出來 未來有可能 會是做紋身的 因為從小就讓他們看了嘛 他們就看到了 OK 長大以後 唉呦 我好像有經驗 好像有 覺得好像可以 所以說 那麼這樣的紋身的技術 消失了 我就是 責任來了 我希望能 教育他們 技術 因為每個族群的 對於自己的 傳統紋身的 就是 見解不一樣 我只針對我自己排完 但是 我很樂意 就是把技術 傳播給 各族群 有紋身的族群 在台灣 有那麼多的族群 還有新住民啊 什麼 你看那麼多了 至少讓他們知道 欸 我是誰 Dimusso 就剛剛在講 我讓你們知道 喔 在台灣 回到他們 台灣有這樣的 原住民傳統紋身 會是很棒的 以前跟現代的 工具 會一直改變 就是我常在 常在跟人家說的 何謂創新 何謂傳統 傳統就是 由創新而來的 我覺得啦 一百年前 哇 我覺得這個很漂亮 但是 比較屬於我個人的想法 一百年後呢 大家都死掉了 我們後面的子孫 啊 那個是傳統圖文 武道 編織 雕刻 也都是一直在創新的 消失的文化 我們可以很認真地把它找回來 再來做真正的傳承 就不會消失了 變成我們現在在做執行的人 就是責任在於傳承 永續傳承 到以後 他就不會有斷層 我是希望能做到這樣子 如果懂得到 的話 就不會有更多想法 分別